我們沒有獲取一毛錢的歷任 完全來協助政府 幫忙政府把口罩 這個問題可以趕快的 讓他混亂的局面可以平息 要是全聯會理事長黃金順 欲重欣賞 因為口罩之亂全台恐慌 政府宣布2月6號起 概由社區健保幼局 用實名制健保卡的方式購買口罩 就怕引起爭議 藥師全聯會緊急召開會議 除了要求社區藥局一定得配合政府政策 其實更令人擔心的 是因為不少藥局都只有一到兩名藥師 擔心人手不足工作加重 現在禮拜天甚至都要一夜 加上政策實施突然 過卡或查詢上傳速度慢 恐怕又會引起明月 藥師全聯會也希望民眾能多點耐心和同理心 這區藥局有很多都是一個藥師 當然他們的工作相當的忙碌 我們會要求每一家藥局固定在每天一定要兩個鐘頭的時段 來協助政府分配口罩 藥師全聯會強調藥局與超商不同 藥師會配合多與民眾宣導正確的口罩使用方式 希望能降低囤積口罩的情況 不讓口罩之亂再度上演 介紹最好報導